图为伊拉克街边的儿童们,他们本应该杂无忧无虑地玩耍,可他们却目光呆滞,一旁堆满了美军留下来的各自子弹壳。 图为小女孩被眼前慌乱的景象吓哭,她的家人们为了逃避战乱,而离开家园。图为伊拉克城市费鲁结交外,美军海军陆战队员,正在与反美武装展开激战。 图为美军士兵拿美国国旗盖住了萨达姆雕像的脸,即将被美军推倒的雕像,象征着萨达姆时代的结束。 图为美国士兵背着奇怪的军人玩偶,在伊拉克街道上巡逻,如此怪诞的玩具你能欣赏得来吗? 图为全副武装的美军小队,常常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屠查民房,这让伊拉克民众敢怒不敢言。 图为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。 伊拉克战争期间,图为奥巴马时期,最后一支美国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。 图为如今伊拉克安全部队,他们得到了美军撤离后,留下的M1主战坦克。 图为萨达姆被捕后,经历了两年漫长而又荒唐的审判,他的那一句没有我的伊拉克将一文不值,最终被历史验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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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